接下来跟各位补充一下 刚才我们在这个地方 按这个比如说点到这个点 然后我们去按加号 加号底下呢 其实如果各位再仔细看 这边有一个叫检视全部 当你检视全部拉下来 你可以看其实有视讯啊 有视讯啊 为什么不插入视讯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用档案用视讯都一样 你看我当我按点视讯了之后 他也是啊 叫你到档案管理员去找 或者叫你到图片库去找 图片库一样 有可能可以找到你刚才拍的影片 有没有像比如这是影片 OK那我就可以直接插它 就可以进来了 影片就可以进来了 OK所以他这里的插入的 那个检视全部拉下来 视讯跟档案其实差不多的 但是档案你还可以 当然插入其他的档案 比如说DOC的档案 就是我们的Word档 什么PDF档案 其实都可以 很多档案都可以插入 OK 那这种插入 像刚才 因为我们用档案的方式 他唯一能够选的是档案管理员 我们就要很辛苦的 进到这里面去找 像我的话 像有很多人会跟我一样 我们是在ASD卡里面找到DCIM 找到跟CAMERA或是跟摄影机有关的影片 看你是用什么拍的就到那里去找 有些人这样子找 发觉这个DCIM里面的不管是CAMERA或其他 怎么找不到你刚才拍的影片 因为有些人在设定里面已经改过了 改过你的照相之后要储存的位置 所以有时候要仔细看 有时候你可能要推到最前面 最前面可能要去找这个REMOVABLE里面 他可能会隐藏在REMOVABLE里面 因为如果你在设定曾经改过了 这个讲来复杂 设定的部分以后 晚一点以后会再慢慢跟各位讲 那如果说你今天因为 插入 插入档案 插入视讯 你都觉得有点难找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 我要把影片 弄到记事本里面的话 那其实我就建议你 你可以把相机找出来 然后找到你那次那个影片在哪里 你就可以从这里去找 你之前拍过的 然后一张一张翻 看那个照片在哪里 影片在哪里 不管是照片 不管是影片 你可以先从你的照相机里面 找到了之后 一样 比如说找到这张 这是虽然是照片 但是影片也是同样的道理 你可以在这个照片上点一下 这边就有一个这样子的符号 这叫分享 直接把它分享到 全部显示 分享到Evernote里面 OK 它就帮你 它的做法是 帮你产生一个新的记事 把它插进去 可以吗 是这样子 所以影片它这样子也是可以插得进来 所以插法有很多种 一种你是直接在Evernote里面 直接做插入 就按这个加号 看是要插入什么 都可以插入 其实有兴趣 各位可以试一下手写 手写 手写它 手写它只是让你可以在上面写字 但是你写的字 我试一次给各位看 如果今天插入手写 插入手写它今天是额外 好像开了一个画布让你手写 比如说我就写一个我 好 假设写完了 一样 写完了之后呢 我直接按 这个倒退 好 它就 它是插了一副像图一样 在你底下 好 所以它不是在 假设人员 我想说我这边可不可以做个记号 写个我 对不起不行 手写不是这样子做 它现在目前其实现在市面上所有的笔记型的软体 那个APP 都还没办法做到 是直接在图片上写字 现在没有 所以它就 你的手写它另外好像开一张图 让你写一写之后 它把它存在这张图里头 它是这样子做 A是等于说你打一些文字的 你可以打一些文字 像这边有一些设定笔号 我看一下 它这边 现在只有倒退而已 这是比如说 我看一下 我这边打一些文字 那这时候 今天你可以按这个A 就还有其他的 去设定它的功能 比如说我把它反白 出体字 斜体字 加底线 加颜色 它是这样子的 OK 然后如果不要 那个什么 刚才做完了 你就按叉叉 就可以了 就是等于说 像Word的排版一样 Word排版 你可以把它那个字再设 对不起 再去设更多的 颜色啊 或者是 但是我要先讲 手机版的功能 其实有些部分比较少 我们晚一点会教各位在电脑上装Evernote 电脑上装Evernote的好处 到时候会慢慢再跟各位讲 它有手机能做不到的一些好处 OK 因为有时候我们过去还是习惯用电脑 那电脑的画面很大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这以后我再慢慢跟各位讲 好 所以呢 先跟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 我们插 很多东西 文字图片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Evernote里面做插入 那也可以我们在拍摄的 我们兼用其他的APP 比如说照相机那个东西拍好了 拍照片拍影片 或者是你可能有去下载录音笔类的APP 录好了之后你确定那个音OK 你可以就是选上面 当然我说 那个像那个 那个分享的那个符号 我再给各位看 分享符号就是 像这个 找到这张图片 点一下 分享的符号就是这个 OK 你就点分享 然后呢 全部显示 去找到Evernote 它就直接帮你插到Evernote里面 它放在这里 它直接放在这里 你直接按这里分享 它就帮你插进来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 各位可以再去试一下 如果你觉得 刚才像我们用档案总管找的方式 你会觉得很难找 因为什么 你要去记住说 在什么SD卡里面的DCIM 里面的Camera 如果有人像一层一层找 你会找不到的话 我就建议你就直接看 当初你录音 当初你录影 当初你拍照片 在哪里拍的 你就去那个APP 把那个东西交出来之后 用分享 直接分享到Evernote里面去 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来 各位可以试一下 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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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